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目前为止 有人给你补充兵力吗 没有啊 奶奶的贪薄 南口一战她损失了一个师 老蒋立马就给她补充了一个师 还任命她为二十军的司令 到底是老蒋的嫡系呀 你我有这样的待遇吗 所以你撤退 就是想保存实力 七七十变之后 日本人来宣祥 我是言辞拒绝了 我不想当卖国贼 后来又有人劝我宣布山东独立 我又拒绝了 我是一心地想抗日 可那老蒋呢 他专门就抽我的敌伙 不错 我是想保存实力 我不想把自己拼成个光杆司令 然后再到老蒋那去讨口饭吃 他不会尿 再说了 老蒋他指挥无方 我不想让我的部队白白地为他牺牲掉 可现在抗战才是大局 你不可以总想着个人利益 全国已经对你一片责骂了 你怎么分辨都是没有用的 那这个时候 你倒不如让自己有所作为 你还有五个师呢 冯副官说得对 这只碗是我的川军 他现在早装临城一线 这只碗 是你的部队 在济宁扇县一带 这盆红烧肉是日军的几股师团 他在这个位置 他想从这儿 向这儿进攻前进 那是百元师团 就是那盆炖牛肉 那是他的位置 你说吧 咱们这两只碗 能不能够装得下这两盘菜 你想吃掉它 这可是日军的两个精锐师团哪 怎么吃不了啊 一口吃不掉就慢慢吃啊 一盘一盘地吃 切成小块地吃 日本人没什么可怕的 我用一个团 也消灭了他精锐的三下连队 就看你有没有勇气和智慧 那你想怎么做 以我的六师六师作为诱饵 吸引几股师团向我进攻 你只需要从扇县出兵 隔断百元师团 李长官的部队呢 从离一方面进攻 这样就可以把击骨师团 包围消灭 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 消灭百元师团 这样山东的局面就可以恢复 安东司令 你的宝座就可以稳如泰山 还可以掀掉你那逃跑将军的罪名 怎么样 这么大规模的作战 老蒋他会同意吗 你先别想他 你想你 你要是认可 咱们就干了这杯 来 干了 都干了 宋司令 想什么你啊 我这心里啊有点发热 你说我和冯天葵要调个个儿 他在山东会扯腿吗 他不会 我了解过他们的斩检 船军聪明又在斩场上套跑过 惭愧啊 人家千里抗战 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可咱们呢 自家山东没守住 还得靠川军给咱们担待着 你说他的作战计划可行吗 我看可行 我们至少应该打一场打仗 否则 我们无法面对山东的父老乡亲 可老蒋 会听他的吗 老蒋听不听不知道 但李长官肯定会听 如果您和李长官一致 你们代表的就是五战区 都是有分量的人物 我想老蒋 他就不能不听了 好 就这么定了 明天一早出发 去开封开军事会议 我要面见老蒋 当面向他陈述山东的作战计划 他要是不听 奶奶度 我就和川军难干 鸡鼓你是见过的 这家伙跟本源不同 本源是强悍 他是狡猾 一个是狼 一个是狐 想要击败他们 其实就是两个字 齐心 你看松户会战 新口会战 南京保卫战 都不是因为敌人强大 是我们自家乡乱了阵脚 如果都像韩服区那样 这仗永远打不胜 可在刚才的饭局上 你的话 可是把他给打动了 晚了 老蒋恐怕就要对他动手了 韩服区的顾虑是对的 军事会议本就该在徐州开 开封是一战区的管辖范围 五战区的战事 怎么会拿到那儿去讨论 恐怕韩服区 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是同情他的 他有他的苦衷 至少他没有像殷汝庚梁洪志那样 公开投敌当汉奸 所以我才跟他讲了我的计划 希望山东的军队能够振作起来 喂 我是冯天奎 韩总司令啊 是啊 我明天上午出发 好 就这样 我在这儿等你 是 韩服区不放心 非要明天跟我一块去开封 师座 你真的不应该答应他 这样会给你自己 添很多麻烦的 人正不怕影子歪 好了 天不早了 你先去休息吧 可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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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韩总司令 天奎啊 你们俩怎么会同车而来啊 我的部队到了临整 我是搭韩文司令的顺风车 你怎么也跑来了 我陪伟座来的 韩总司令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和天窥聊聊 你先进去 行 你们聊 我们先进去 对不起 韩总司令 请交出你的配枪 老子是战区副司令长官 也要把枪交出来吗 韩总司令 您别生气啊 这是伟座的命令 所有参加会议的人 都要把枪交出来 你看我 这不也没带枪吗 你看这台上 这支就是李长官的枪 这就对了吧 你先进去 警卫和随从 在那边休息室等待 天归 我先进去了 你也抓紧来吧 我马上就过来 老赫 你们玩得真高啊 他这一脚踏进去 恐怕就再也出不来了 你既然知道 为什么还要跟他同车而来 他是战区的司令长官 他要我跟他一起来 我能拒绝得了吗 我给郑冲的电报 你难道没有看到 我当然看见了 你是个聪明人 非要赤脚往牛粪里踩 看你现在怎么把脚洗干净 报告 伪座已经到了 里边会议已经开始了 我们进去吧 走吧 我们看日 四千过鱼 五千过鱼 我们看日 四千过鱼 一致的 先别进去 在门口听一听 这应该是我们每个奖令 一不容赐的责任 可是 只有一个高级奖令 放弃了山东黄河天仙整地 换个维卡命令 连续实现数个城市 时刻顺利进入山东 先放弃济南泰安 是后方动药 这个责任应该有人承担 谁说的是我们 山东丢失我应当负责 南京丢失又该谁来负责 我现在问题是山东 不是南京 南京丢失自然有人负责 还有上海呢 杭州呢 王远说还有东北呢 谁敢负责 杭州正发火的时候 你就别惹他生气了 走走走 让我帮我使消消气 这是我的车 上车吧 也行啦 你就别生气啦 上车上车 我还要参加会议去 好吧 行行行 走吧走吧 好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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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你这是什么人 韩总司令 你被逮捕了 这是逮捕令 配合点 我们是军统的人 请不要做无谓的反抗 否则 后果自负 就这样把一个战区司令长官给抓了 他丢了半个山东 罪有应得 你没必要同情他 可用这种手段 未免太吓作了吧 怎么 也要抓我吗 不不不 他们俩不是来抓你的 他们是军统二处代理的人 是想请你喝一杯咖啡 喝一杯咖啡 你这是一枪打了两只鸟啊 你去吧 我去见伟座 接待好冯市长 不许无礼 明白吗 是 配合点 你就是韩副局 奶奶的 你是什么无名鼠卑 敢喊我的名字 我受军阀执行总监部委托 押送你去武汉 接受军阀审判 同时 我也正式向你宣告 军委会 已经格署你二级上将 及本届一切军政职务 你现在是名罪犯了 我是罪犯 那他蒋中正就最大的罪犯 你不许你污辱令孝 江中正 外来蒋中正 外来蒋中正 江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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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人送走了吗 送上火车了 晚上就能到达武汉 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 去吧 是 作战计划 和川军的作战计划 怎么 他们都拟出作战计划来了 事不宜迟 北座还没走 走 我们一块去见他 你站着了 跟我一块喝咖啡 他们级别太低了 还是我陪你喝吧 下去吧 你可真会安排地方 龙东的北方 还有这么诗情画意的院子 跟韩副局送给你的汽车洋房相比 那是小屋见大屋了 这老韩也真能想得出来 临城马上就成战场了 那房子一颗炮弹 就没了 你是聪明人哪 一来到临城 他就把你接走了 你告诉我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呀 我听你这话怎么像是审问我呀 韩副局违抗军命 临阵脱逃 丢了大半个山东 军委会正准备在武汉审判他 可是这个老家伙 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我们现在需要证据 证明他的企图 他送给你汽车洋房 是不是想拉拢川军啊 这你别问我 我怎么会知道 戴笠已经查明 韩副局给刘总司令写了密信 刘总司令在病中 所以他就找到了你 不惜重金收买你 让你跟他站在一起 密谋反景 对吧 你这话我怎么越听 也听不明白呢 你就别放糊涂了 你跟韩副局没有瓜葛 伟座已经了如指掌了 只需你做个证人 以证明他的企图 一切就都过去了吗 伟座还答应 所欠军饷全部补发给你 我和韩副局是初次见面的 当然我也痛恨那萧极抵抗 但他有他的苦衷 他最后答应我 要联手川军一同抗敌 他跟老江有矛盾 这个证人我不能当 你看这院子了吗 什么都有 就缺个鱼齿 戴利心狠手辣 这你应该知道 你要是不做这个证人 你就不怕他翻脸无情 把你气尽水泥埋在这里 让你永远跟养的金鱼作伴 行了行了行了 当年你也威胁过我 在重庆的行营院子里开枪 你吓不倒我 天魁呀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犯糊涂啊 你把自己扯进去 你迟吗 我冯天魁从来不出卖人 我也不会干那些落井下石的事情 我是诚心想帮你啊 你要是这样的话 你就死到临头了 你们有师座的消息吗 他跟韩总司令去开封了 没来电话 王八段跟他一起去的 也没信 我刚才听说 韩总司令被抓起来了 师座不会有什么事吧 我生怕这个韩服局 把师座给牵进去 你们这次干什么 刘将军 你要干什么 我们从韩服局身上搜出了一份作战计划 是你搞的吗 没错 是我搞的 怎么了 你只是一个师长 为什么搞这么一份庞大的作战计划呢 消灭日寇是每个军人的职责 你只是一个师长 这跟关险有关吗 嗯 你在这份计划中 预判日军的进攻路线和兵力分配 非常准确 韦坐看了以后非常欣赏 他说难得川军里有这样人才 他要召见你 他要召见我 就是这么召见的吗 天归 既然韦坐不追究了 你就别再计较了 韦坐已经制定了一份更庞大的徐州会战方案 他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们不要在这儿说了 韦坐还在等你呢 请 别别别别别着急 我这事就算是这么了了 快去吧 当然算了 实话告诉你 日军刚攻陷了渠府 正挥兵南下 由于韩服局的溃败 使得徐州大门洞开 而你又挡在最前面 别人都靠不住 北座和李宗人将军 只能靠你了 请吧 走 快来 打开 到底是什么 你的命令 到前准备 偵察員 억 前往探 将军殿 我们的攻击 或者是否有关 当蛋糕的分解 这些是非不准 很不准 刀子和下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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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船 所以 把他们 invert一个気を倒下 将军殿 你们不乱咔想 我只好对其他人的方法 要求你 要求你一首席 就能作为我 我们也会努力 固定的目的前方 闻天狗事件 将团队射向巡逊 是 是温天狗事件 刚开始 从韩夫举身上搜出作战计划 我们都很吃惊 所以赶紧承建伪座 伪座看了以后大家赞赏 他认为你一个师长 却有高瞻远瞩的眼光 精神可嘉呀 韦座说在我的西侧 用唐恩伯的二式军团 换访韩复举的部队 唐军团可靠吗 唐恩伯南口阻离 部队损失过半 仍坚守不退 从而创造了辉煌的战绩 韦座调他 参加徐州会战 也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唐军团是可靠的 你不必夺理 和和 那就请你帮我盯着这个汤军团 我可不想再被友军出卖一次了 你放心 必要的时候 我会亲自去他的指挥所 徐州会战 伪坐政宗全国调兵遣将 李宗仁白崇玺都做了保证 一定要打个大胜仗 挫败敌人的锐气 鼓舞国人抗战的士气 这实际上 已不单是一场军事仗 而是一场政治仗 我知道他的意义 兄弟我没有别的要求 一是友军配合 二是武器弹药 再有就是索签的军饷 委员长当众的面都答应了 希望你们能够尽快落实 这个你放心 我马上协调五战区 总之不让你们川军饿着肚子去打仗 那好吧 那我就再信你们一回 徐州会战牵扯到全国的战局 你们在徐州的最前沿 能不能守住 关系到整个战局 按照尾座的时间表 你最少要聚敌七天 沃军在徐州的部署才能完成 所以冯将军 以肩上的责任重大呀 这个你们放心 我冯天魁哪怕战到最后一兵一族 也不会让日寇跨过川军的防线 川军以低劣武器 不到半年时间 转占半个中国 仍困马乏 如今又当此重任 我看刚才他在伪座的旁边 没有丝毫的犹豫啊 真乃铁血将军啊 我以前听说他荒诞不羁 今天见到 才知道是一条硬汉 听说你以前跟他不对付 惭愧啊 我当年要是把他给整死了 今天抗日 你就少了一员勇将啊 有人说 战争中的女人是最美的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 也许这就是同生共死吧 使我对封平的感情 渐渐地加深 我真不知道 该怎么表白 weaken 味不 Vai 谁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我想洗个澡 你帮我看着她 嗯 你帮我看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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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j 爱我看着她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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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好看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平时不好看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别误会 我还想听那首歌 这是韩总司令的车吧 韩总是同事的前主任说 韩总把这车送您了 所以我就换了车 这车太招摇了 打仗也用不上 回去后把它卖了 卖了 师父 这么好的车卖了 太可惜了吧 山东这鬼天气太冷了 把车卖了 给每个士兵弄双手套戴 师父 您为了抗路 都倾家荡产了 每每每我相信我父亲 真是惭愧 你父亲跟了我很多年 本质上还是个好人 他不过是被拖下水的 您不恨他吗 我只是替他感到可惜 他最后也是死在了 日本人的墙口底下 师父 我们一家受您的恩惠 我父亲却对不住你 我都不知道怎么样 才能偿还您了 你参加抗战 就已经偿还了 好了 把头开快点 我想早点回去 是 这种感觉真好 就好像做梦一样 如果没有战争 他有多好 你记得当初 黑椅子跟袖子在徇牙边 跟咱们说的话吗 你喜欢过女儿儿没有 你又没有过大众 想跟他同声共识的感觉 你懂不懂啥这声感觉 如果没有战争该多好啊 那天我跟师祖谈话 谈了很久 都谈什么呢 我们谈了谈历史 也谈了谈抗战 想听心里话吗 我越来越发现 共产党的抗战态度 真的跟国民党不一样 我仔细想过了 说不定 真的只有共产党 才能救出梦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 志同道合的人了 告诉你个秘密吧 告诉你个秘密吧 那天跟师祖谈话谈到最后 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问你什么了 他问我想不想当他的儿媳妇 那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说 我说 我说我喜欢志同道合的人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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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将军是 他将军的 我将军是 他将军是 他将军的 一队 他将军是 他将军是 你真是 你真是傻一奴 如果我认识到这个計务通过去 你会将军队的奴隐藏盟 你会将军队的奴隐藏盟 你不信心 将会席是奴隐藏的奴隐藏 我军队和州城的军队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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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将军队的奴隐藏盟 但是這個威風 就是這個威風 我覺得他坊 consist了 軍 gun 我們有本 有目的是 要不是 跟著 牠們 立頭前登 被告 放手 威風 來 真 還有 那些冰淇淋 把这些冰淇淋到临家里 到哪儿了现在 到王庄了 过了王庄 就到山东审进内了 你别说这车还真不错 怎么拖的路 跑起来挺快 美国是个皮屎 师总 听说美国坦克更是顶呱呱 钢板十寸厚 炮弹都打不穿 看吧 狗志的小日本 怎么着 还想诈唬咱们 把刀看见了没有 前面你伸得绕过去 到这儿以后停一下 诶 师总 这样不行啊 鬼子就地上咱们这样有车了 我给你下车 我来引开他们 冯先生 你要跳到那儿一起跳 我不能把你丢进 师总 您是六十六十的统帅 六十六十 不能没有您呢 哪儿那么多废话 你看你们俩把头 前面是个弯 拐一拐弯以后 咱们就跳车 好 师总 万一我岳飞死了 我父亲的架 我就给他还了 开门 停 狗志的小日本 老子给你们拼了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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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 师座在回来的路上 在王庄附近遇到敌机轰炸 王国头牺牲了 师座怎么样了 他没事 王国头开车吸引了敌机 师座脱险了 汤军团的司令部正好在附近 汤司令得到消息后 把他接到他的司令部去了 奇怪了 这日本飞机 怎么不去炸汤军团 反而去炸公路上的汽车呢 我怀疑 这一定是有内奸 否则 他们怎么会掌握得那么清楚 他们怎么就知道 师座的行车路线 我这就给贺参座打电话 告诉他这个情况 我已经打过了 贺国光 已经赶到汤军团的司令部去了 好 好 你是天魁吧 敌机轰炸让你受惊了 你是汤司令 叫我恩伯 我是九文大名啊 山西马家坡拒敌五万 你居然能全身而退 安徽宣承 你能让日军精锐的中岛师团寸步难行 尤其是消灭孙夏连队 漂亮 了不起啊 汤司令的南口之战 也创下了辉煌战节 那不知一提 我们里边谈 走 我有好茶招待你 这点茶啊 我好不容易找来的 留了很长时间了 你坐 我好 你 你就走 好 你 你 好 你 ç 鱼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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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这烫色 这个地图画得不错 参谋总部这些人啊 就是官僚 什么也不干 我在南口就吃了地图不准的亏 所以这回一到山东 我就找人毁了这图 打仗打什么呀 打的不就是地形吗 汤自领不愧是抗日明将 这话说得兄弟心里去了